创世纪第21章22章 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就是 亚伯拉罕的信心有没有行动呢 我们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那在亚伯拉罕他的信心里面 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一个核心教义 就是因信称义 那我们来看他的信心 让他称义的这个信心 有没有行动呢 我们在21章第一节 我们看到就是讲到耶和华按着他的话 眷顾了撒拉 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撒拉怀了孕 到神所说的日期 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所以呢 在前面我们看到神怎么样 应许亚伯拉罕跟撒拉说 在一年之后 他们就要生小孩 果然在这个地方 神的应许就成就了 所以呢 21章22章 事实上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的一个高潮 也就是神的应许终于实现了 就是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 他一直等候神的应许终于实现了 他从75岁跟从了神离开自己的家乡 那神第一次跟他显现 到最后他的儿子以撒终于诞生了 逛过了25年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神的应许成就 是需要我们用耐心来信心等待的 但是神的话语绝对不会落空的 那我们看到 他果然在以撒生下来第八天 就照着跟神所立的盟约 行了歌礼 然后呢 我们看第六节 撒拉说 神使我喜笑 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凡听见我得儿子的这个好消息的人 一定会跟我一同喜笑 所以神是让我们喜笑的神 因为他让我们心里所愿的 能够成就 他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就因着他喜笑 所以我也祝福你能够因着神 因着神他的应许成就而喜笑 神是让我们喜笑的神 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呢 21章讲到这个以撒诞生的好消息 但是接下来呢 这又是另外一个 在同样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呢 结果就是比较是属于悲剧性的呢 这就是讲到以时玛丽的故事 所以呢 我们看到前面讲到 亚伯拉罕的妾 埃及人夏甲 生了以时玛丽 那当这个以撒出生的时候 以时玛丽也已经14岁了 所以呢 撒拉就是以撒的妈妈 看到了以时玛丽 心里呢就 很不对 很吃味 所以呢 他就跟亚伯拉罕讲说 把这个以时玛丽 跟他的妈妈赶出去了 因为不可以让 以时玛丽跟我的儿子 一同承受产业 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可能有人会觉得像是这个 这个八点档的本土剧一样 家庭里面的这种 纷争啊 那看起来是 很不好的 所以呢 这个爸爸呢 就非常的忧愁 那神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在12节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不必为他来忧愁 你反而要照着撒拉所说的话去做 因为以撒所生的 才要成为你的后一 所以呢 虽然我们看到撒拉好像是 勾心斗脚啦 非常自私残忍 但是没有想到神 居然说 亚伯拉罕要听撒拉的话 因为呢 神一开始的用意 一开始的应许就是 要从以撒生的 才能够称为亚伯拉罕的后一 所以呢 这个才是应许之子 以撒才是应许之子 是神原来就预备好的 那至于里士玛利呢 虽然也是亚伯拉罕所生的 但是呢 却不能够称为应许之子 因为呢 神原来的设计并不是这样 我们看到 当时 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拉 想要便宜行事 用人的方法 来成就神的应许 所以就想 这个让 让这个 以时玛利 得妈妈 就是下降 来跟亚伯拉罕生孩子 这个其实呢 不是神的心意 但是呢 神因着 对亚伯拉罕的祝福 这个祝福呢 就是让他所生的孩子 也能够成为大国 所以呢 没想到呢 他当初所要便宜行事的 反而呢 他后来 这个 以士玛利的后代呢 就跟以撒的后代呢 常常有许多的战争 这个是他们起初所想不到的 那后来呢 这个夏甲跟以士玛利 他们就被赶走了 那这个是很残忍的事情 虽然 亚伯拉罕也无可奈何 但是呢 他只有顺服神 当然顺服神 神自己要负责 所以呢 神听见了以士玛利的声音 我们看到在17节 神听见 其实呢 以士玛利 他的名字 意思就是神听见 所以再一次 当以士玛利 他被赶出家门 孤独的 无助的时候呢 神听见了他的声音 所以呢 后来就及时 让他们看到一口水井 那他们就能够存活下来了 所以以士玛利呢 也成为一个国家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 在第二十二章 也就是 亚伯拉罕 他献以撒的故事 这可以说是 亚伯拉罕 信心表现的一个极致 也就是最 令人动容的一个故事 那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 讲到说 神有一天 居然说 要亚伯拉罕 带着以撒 就是在第二节里面 讲到说 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王 摩利亚地区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建为凡祭 这可以说是 让人完全不解 晴天霹雳的一个命令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 不禁让我们想起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呢 耶稣基督就是 我们神独生的儿子 也就是神 所最爱的 这个儿子 那到山上 就是在加略山上 他亲自把自己的儿子 献为凡祭 亲自把自己的儿子 给牺牲了 来拯救我们 成为戴罪羔羊 所以在亚伯拉罕的 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就预表了 在两千年之后 耶稣基督要为我们 所做的事情 所以神真的 早就经营计划好 要他的儿子 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在 加略略山上 然后来代替 我们的罪 我们看到 那亚伯拉罕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没想到亚伯拉罕呢 在清早起来 也就是一接受了 神的这个指令 隔天早上 毫不犹豫 没有跟神讨价还价 也没有在那边迟疑 也没有跟老婆 这哭来哭去 讲来讲去的 他隔天 二话不说 就带着他的儿子 跟仆人 把这个 要筛的 要烧的这个柴火 就带着 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 他不仅是有性情 而且他是有行动的 他的行动是立即的行动 那他真是一个信心的伟人 因为他的信心不是死的 是充满行动 然后呢 就当他要带着 这个以撒到山上的时候 以撒就问他说 父亲啊 你看这个凡季的羊羔在哪里呢 他不知道其实神要 就要他 要献上 这个以撒 亚伯拉罕就说 神必自己预备 做凡季的羊羔 所以亚伯拉罕 真的是有信心 他知道 虽然他不明白 为什么神要他这样做 但是他知道神 必定有预备 预备 预备 要么就是让以撒 从死里复活 要么就是另外 有这个羊要来代替 所以他不明白 他不知道神要怎么做 他只知道顺从 而且呢 相信神一定会有预备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在十四节里面讲到说 那个地方就叫做 耶和华以乐 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 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他也都会为我们预备 足够的恩典 让我们去做 愿神祝福你 阿们 灭祝福你 没救得 神祝福你 在这里